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虽然宣布了马萨诸塞为叛乱 但是他特别的隔离出了马萨诸塞 他主要的目的仍然是各个击破 主要是要镇压霍乱支援马萨诸塞 对其他州采取的是怀柔政策 又是他们接受英国政府的和解方案 毕竟作为英国国王 乔治三世也不喜欢与自己的臣民发生战争 所以他也想极力的避免战争的扩大 只是固执的坚持自己的条件而已 在他的授意下 诺斯又向上院提出了一个和解方案 他认为这个方案是最现实 也是最可行的方案 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 同意未经殖民地同意 英国政府不能征税 但是可以向各州分别征收贸易管理费 但实际上诺斯的这个方案换汤不换药 他还是重申了英国议会的绝对权威 只是将原来的征税改为征收管理费而已 二来征收管理费是针对单个州分别收取 这样很容易各个击破 而且没有承诺是自愿的原则 同时呢 诺斯的方案也没有解除任何对马萨诸塞的惩罚令 威廉·匹特的方案 前提就是首先要撤销对马萨诸塞的惩罚令 而且收取管理费是以殖民地自愿为原则 这和诺斯的方案有着天壤之别 不过即使这样 诺斯的方案一提出 还是得到了一片的反对声 因为下院的那些议员根本就没有认真地研究过诺斯的方案 只要一听说要取消对殖民地随意征税 就表示反对 认为诺斯这是向殖民地示弱 这让他们极为的不满 不过最后是由乔治三世出面 在他的协调下 这个方案才获得了通过 同时呢 英国议会还决定 将在马萨诸塞的英军增加到一万人 而盖特的无能 也让他失去了北美英军总司令这个职位 接替他的将是威廉和赛将军 也就是和赛伯爵的弟弟 同时呢 任命和赛伯爵为海军司令与调解人 瞧着三世希望 一手剑 一手橄榄枝 能够尽快的平息与殖民地的纷争 而在增强英军的同时 英国政府利用他海军霸主的地位 随时检查和拦截 海上的船只 监控欧洲的每一个角落 禁止他们向殖民地出售枪支弹药 他们强硬的要求 荷兰政府必须保证 和属圣尤斯特歇斯岛上的军工厂 不得向殖民地出售枪支弹药 对法国也是同样这么要求的 只是因为法国的实力 在态度上 英国比较和缓 在加强军力的同时 英军军舰也快速地将 诺斯手下的和解方案送到了殖民地 但是一些亲殖民地议员 已经预感到这个和解方案必将失败 威廉匹特说 对于北美人来说 任何人如果从公正与理性的角度考虑问题的话 这个方案都会被拒绝 不过由于当时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 一个航程就需要两三个月 这个方案还没有送到北美 就已经爆发了莱克星的枪声 那么弗兰克林在他一生中 这是最后一次来到了伦敦 随着调解的失败 他待在伦敦已经毫无意义 而且还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 所以弗兰克林离开了伦敦 回到北美 殖民地与英国之间沟通的最后一道桥梁 也就不存在了 战争的阴影越来越浓 但是弗兰克林与当时殖民地 除了新英格兰外的大多数人一样 同样不希望与母国英国发生战争 弗兰克林并不反对战争 他只是认为战争是最后的实施手段 他向马萨诸塞建议说 除非大陆会议同意 否则新英格兰不应当轻率的付诸于战争手段 当然紧急的情况除外 同时他又说 新英格兰应当坚持长期的抗争 并且还要广结朋友 包括法国人 如果团结与坚定的话 七年内应该可以赢得战争 他写信给波士顿的朋友 信中写道 全世界的基督徒现在都看着我们 如果我们放弃抗争 那么将永远的失去权力和自由 我们将被戴上傻瓜浑蛋的帽子 我们不止被英国人耻笑 而且将被整个人类耻笑 那么英国宣布马萨诸塞为叛乱 分裂殖民地的政策 最主要的切入点就是纽约 但是纽约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 那么软弱可欺 纽约中许多人都是荷兰人的后裔 他们的血液中也流淌着 新教徒共和的基因 他们不畏惧西班牙的强权 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 而且在英国的光荣革命中 荷兰人还亲手帮助英国的新教徒 赶走了准备复辟的 天主教徒詹姆萨尔士 那么荷兰人不是一般人 同样他们的后裔纽约人 也不是任人欺负的角色 纽约人很清楚 英国人这么对待马萨诸塞 就是要各个击破 总有一天回过头来 英国人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们 他们渴望着和平 但并不愚蠢 而且在纽约 也有不少人 是来自于马萨诸塞的清教徒 对自由 同样有着坚定和执着的信仰 所以说在纽约 至少有一半人 对自由 有着与新英格兰 清教徒一般的渴望 弗吉尼亚 同样明确的反对 英国政府的威胁 他们渴望和平 不希望与英国母国决裂 但他们同样 也渴望自由 他们说过 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真的可能失去自由 那么宁愿前往西部的 黄山节岭中 与印第安人作伴 以狩猎为生 而这个时候南卡 已经在严格的执行 大陆会议中 终止与英国贸易的决议 300名运到港口的奴隶 被送出该州 来自英国的家具 不允许卸载 一艘货船 试图强行卸载 结果愤怒的人们 将船上所有的货物 都扔进海里 175年3月16日 令国议会再次通过议案 将禁余令 扩展到整个新英格兰 并且务必严格执行 而且包括民生 生活必需品在内的商品 都被禁止进入该地区 连素来对殖民地 还算温和的 何塞伯爵也说 这些是能够不流血 而让肮脏的殖民地 屈服的最好手段 那么加上大兵压境 英国政府 让殖民地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饿死 要么屈服 但是他们从来没想过 殖民地会敢 向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英军 发起攻击 那么此后不久 就是波士顿屠杀的纪念日 在纪念日上 约瑟·瓦伦发表了演讲 他说 与其屈服受辱 波士顿绝对要进行最后的诉求 那么这个集会 是不屈的集会 它是对英军公然的冒犯 这也是对英国议会的公然抗议 对英军存在的公然蔑视 这个时候 有四十多名英军军官 也来参加了集会 三边亚当斯很礼貌地接待了他们 并且让他们坐在显眼的位置上 约瑟·瓦伦 无视这些英军军官 仍然继续演讲 他毫无顾忌地公开抨击英国政府 谴责他们非法撤销 马萨诸塞的宪章 侵犯殖民地的权利与自由 并且试图使用军队 来强行执行这些非法的决议 瓦伦表示 波士顿绝不会害怕 他们将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与自由 并且最终将残暴踏于脚下 面对着周围怒行鱼色的人群 虽然是近乎公开挑衅的演讲 英军的军官也没有胆量公开的发声反驳 只是脸色铁青的听着 演讲结束的时候 瓦伦提到明年将继续举办 波士顿屠杀周年纪念会 这些英军军官终于无法忍受 发出了盗彩声 人群发出了威胁的呐喊声 随时都准备将这些英军军官撵成碎片 萨米尔亚当斯赶忙上前阻止 希望大家冷静 这一天总算没有发生重大的冲突 不过马萨诸塞的硝烟味 已经浓烈的让人窒息 那么也就是乔治三世接到议会的恳请 宣布马萨诸塞为叛乱的那天 1775年2月9日 马萨诸塞第二次州自治议会开幕 一共有214名代表参加会议 他们选出了11人的安全委员会 来应对英军任何强制执行惩罚令的举动 大会还授权他们管理州戴奥库 在他们认为必要时召集民兵战斗 并且任命了阿提马斯沃德为将军 塞斯波摩洛伊为准将 这两位都是对法战争的老兵 同时大会向全州发布了公告 公告罗称 作为一个基督徒与自由人的社会责任 就是捍卫自由 当军队战舰侵入我们的家园 妄想夺走他的时候 让我们用生命 使子孙后代都能够永远的享有自由 上帝请赐给我们无穷的能量 让我们能够捍卫你给予的自由 没有人能从我们手上将他夺走 那么大会决定 第一次大陆会议的代表 继续作为第二次大陆会议 马萨诸塞的代表 大会还提出了一些对民兵的管理措施 大会决定 不通过另外的征税来维持民兵 但是要求人们将英交税款 及时交纳给州自治议会指定的财政人员 并且禁止任何人为英军工作 或者提供给养 各阵应该认真地检查 每个连队民兵的训练情况 筹建自己的军火库 建立自己的军工厂 并且要求加强与其他州的联系联络 这是重中之重 因为只有团结 才有可能战胜强大的英军 那么这些来自马萨诸塞各地的代表 既紧张又激动 他们宁愿冒着失去财产 生命的危险 也要捍卫自由 他们说 生命与自由必须是在一起的 这是作为一个自由人 应有的气质与精神 那么与此同时 盖特将军派出了间谍 向他汇报了马萨诸塞 进行各种军事准备的情况 175年3月1日 这个时候 马萨诸塞的人们 仍然希望以和平的方式 结束这场纷争 还在等待盖特召开 州官方议会的命令 但是这个命令没有等到 所以人们只得准备召开 第三次州自治议会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两艘增援的军舰 进驻波士顿 并且带来了英国议会 将对整个新英格兰 实施禁语令 以及驻波士顿英军 将得到大大加强的消息 那么第二天 州自治议会 要求所有的缺席会议代表 立即出席会议 并且要求 卫派代表的镇 马上选派代表参加会议 共同商讨 这越来越紧迫的形势 同时呢 北部的印第安人 与加拿大方面的英军 也是蠢蠢欲动 那么在无法为民兵 提供工资的情况下 马萨诸塞州自治议会 仍然要求安全委员会 组建了六个炮兵连队 他们利用每个镇的联络委员会 协调工作 他们鼓励波士顿的民众 撤离到乡村 村林 派人前往新英格兰其他三州 统一协调防卫 并且决定 如果万一战斗打响 就将州自治议会 撤往康考德 对于马萨诸塞的清教徒来说 他们没有财政 没有将军 没有军队 没有弹药 没有大炮 什么都没有 他们有的只有对上帝的绝对信仰 和对自由的无限渴望 他们自发的形成了秩序 形成了有组织的强大的反抗力量 对战争进行了井然有序的准备 那么在英国本土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和英国内阁 仍然是盲目的乐观 他们认为北美殖民地将如同爱尔兰等地一样 会在英军的铁梯之下很快的屈服 所以呢 乔治三世向仍然是北美英军总司令的盖特 发布了非常不切实际的命令 在盖特认为英军的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乔治三世仍然要求盖特 以目前的兵力占领所有北美的港口 夺取所有殖民地民兵的戴奥库 逮捕叛乱的领导人 以武力恢复殖民地的秩序 当然这是一个在英国政府领导下的秩序 那么这些命令的目标还是相当厉害的 都打在了殖民地的要害上 强谈港口等占领要地 控制北美的经济命脉 勤贼先亲王逮捕叛乱的领导人 让他们不战自乱 没收民兵的武器弹药 使他们成为带宰的羔羊 如果乔治三世的这些命令 能够奏效的话 那么局势很快就会稳定 可问题是 乔治三世根本不了解他的对手 此时在波士顿的盖特 拥有了3000精锐的英军 那么在乔治三世的命令下 并且通过间谍 得知马萨诸塞的民兵 只有不多的弹药 而这些弹药都储藏在 波士顿临近的康科德 那么盖特他的信心就重新燃起 他决定利用自治议会休会期间 大家放松警惕的机会 偷袭康科德 抢夺这批弹药 那么局势就可以悄然的逆转 那么另外一个 让英军的高层和英国本土的议会 还有乔治三世信心大增的重要原因 是在之前 本来要派往波士顿的四个团的英军 改为前往纽约 去震慑纽约的自由党 同时呢 这些英军把所谓英国人民 至北美人民的公开信的传单 也运到殖民地进行发放 这些传单主要是宣传 首相诺斯的和解方案 那么在言辞上 态度非常恳切和谦虚 虽然实际上换汤不换药 但是表面上似乎对殖民地 做了一些让步 那发放这个传单的命令 是来自于首相诺斯 乔治三世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么首相诺斯 他一方面通过传单的宣传 表明马萨诸塞与英国的争执 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一切将重归和平 但是呢 在散发传单的同时 诺斯又默认了乔治三世 所有的强硬措施 甚至允诺使用加拿大的法国军团 所以当人们知道真相的时候 这个小册子 它起的作用极坏 因为它表明了 英国政府是想迷惑殖民地 制造幻象 不过在最开始 这个传单 也让其他州误以为 英国政府想寻求和解 当时宾夕法尼亚的官方议会 看到传单之后 曾经很有信心地说 诺斯和解的诚意 将扫除所有残存的障碍 使宾夕法尼亚恢复和平 那么显然 纽约官方议会的忠诚 也将使纽约州 很快地与英国和解 那么两个中部的大州 若是率先与英国和解的话 那么除了新英格兰之外的其他州 也将不攻自破 所以这两个州的好消息 很快就从北美传到了英国 这就让乔治三世 与英国内阁信心大增 乔治三世在议会的讲话 已经不屑于提及 马萨诸塞这个反叛州了 他说 北美英国臣民的愿望 将在宪政的范围内得到解决 乔治三世的意思是 马萨诸塞这个叛乱州 已经不是他的臣民了 他们要么被消灭 要么重新宣誓效忠 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那这个时候 全北美殖民地 包括全欧洲 目光都集中在了 波士顿周边的这些小山村 到底北美殖民地的命运 何去何从 所有人都在拭目以待 我来看下心 我是个散家 这一天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